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村季风 我是丁谦 谢谢你 慢走 这怎么了你这是 丁谦你在这儿呢 你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刚的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 昨天我看了一恐怖片 吓死我了 刚才那人是和我顺道的 我就麻烦他把我护送到这演播室来了 你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行了吧 生财就看了个恐怖片 至于害怕成这样吗 我跟你说 这次我们不是去马来西亚了吗 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神秘改善 他呀大门紧锁 没有窗户 外面还拉了一层 等会儿吧丁谦 你是不是故意吓我 我都快受不了了 好了好了 我不说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探访特色农业 感受异国风情 绝食热情浩客的马来人 在这乡间小路上呢 我发现了很多栋类似这样的神秘的房子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无门无窗 黑色的大门吉时 外围呢 还拉上了一圈铁丝网 您知道 这个房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了 这种房子有四层楼高 说它是住宅楼吧 没有窗户 怎么生活呀 四周拉着铁丝网 难道是关押囚犯的地方 或者是存放精英财宝的地方 这栋房子是上看下看 左看右看 观众朋友 您到底有没有猜出来 这栋神秘的房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唱上两句歌 您可能就能猜到了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来这里 没错 这栋房子就是用来养燕子的燕子屋 这个房子是来吸引燕的 叫做燕屋 建这么一栋房子就是为了吸引小燕子 您可能要问了 把这些燕子吸引到这个屋子里来 干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对此也很好奇 希望负责看管这栋房子的工作人员 能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 你把这个打开 我们挺远的来到这儿想拍一下 不行 因为进去 很多燕子怕损它会走掉 求求你 让我们进去看看 对不起 真不行 很多燕屋 就像马来西亚任何的燕屋 也不会让随便人进去的 虽然不能进到屋子里去 但是工作人员还是给我们 揭开了屋子里的秘密 它在顶峰那边有开个天窗 就是给燕子进那个天窗 然后就在里面生意 你就说现在我们看到 天上飞来飞去的这个燕子 它的窝就是这种房子 对对对 这种房子来的 燕窝是非常名贵的食品 先不说加工以后的价钱 就是最原始的燕窝材料 价钱也是相当高 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管理的这栋房子 每个月可以产十公斤左右的燕窝 也就是说 每个月可以卖五六万马币 相当于人民币十多万块钱 一年一百多万的收入 建这样的房子可太划算了 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建的 在马来西亚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建 里边的燕子也非常省事 不用专门喂养 这个燕子全部都是野生的 野生的 不是人工鸟 我们也不需要给它一粒那个食料 它是天然的 到处再找这边所谓 这边所有环境的那个虫来吃的 这些燕子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一旦在这个房子里安了家 就不会再跑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燕是认这个地方的 就算旁边有一间燕窝 同样争取 它也不会进它那间的 它就是要回来 它的老屋 听到这儿啊 您是不是觉得赚钱也太容易了 建个房子 等着收燕窝去卖 天天在家数钱就是了 诶 这个钱啊 可不是谁想赚就能赚的 时间里面可能是有两间会成功的呀 因为这个是技术上的调整 技术上的问题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要想成功 首先必须得吸引到足够多的燕子 要生产出一公斤的燕窝 必须要两百多只的燕子 可是要吸引大量的燕子 到房子里来安家 是最难做到的事情 能不能吸引到燕子 决定于屋子里的温度 湿度 建筑结构 还有就是 用于吸引燕子的音响 也很重要 音响也不能做刀反 免得你进了 进了那个自燕子 进了那个屋子的时候 觉得很烦 那种音响 使它烦 它就不要急着 它就跑了 屋子里放的音响 不光要求种类齐全 播放的时间也有讲究 比如有幼燕的音响 有母燕的音响 和那个工燕的影响 通常母燕和工燕 我们是在旁晚或早上 我们会播放 幼燕是在中午这些阶段 我们播放 如果这些技术掌握得好 一个燕屋多的时候 可以吸引五六千只燕子 但是如果这些技术 掌握不好的话 结果就很惨了 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 即使各种技术都过关 吸引了很多燕子 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 因为燕屋还非常有可能 受到致命的破坏 那么如何对付这种天敌呢 工作人员说 这和房子里的设计 音响的设计等内容一样 都是高度保密的 不能说 因为通常这种技术上的问题 他们懂的话 他们不会跟人家讲 那我们要进去看也不行 也不行 他们不会跟人家讲 他们怕他们的技术往外流 临走之前 我们再一次提出 到屋里去看一看 但管理人员还是非常坚决的 拒绝了我们的请求 很短的时间 燕子是认主人的 一下下就出 不行 他就是认主人的 我们就在门口 门口开一开 还是不让进 过多了半天 这个老板还是不让我们进去 他俩从门口里能不能看得到 什么都看不到 漆黑一天 这个大索扣在这 真的 无论我们讲什么 什么样的好话 他还是不让我们进去 原来是吸引燕子的屋 吓我这一跳 我还以为你们遇上什么灵异事件了 我才会让我们进去 吧 兄弟先生 我今天 investigative 为什么